十二节到三十一节 有点长 刚刚念完了一遍 记起来了吗 他在讲什么 他在讲一个身体 是不是 一个身体有什么 很多肢体 然后互相的配搭 十二节到三十一节有点长 你记住四个单词 基本上我们就可以结束了 Unity Diversity Sovereignty 最后一个谁要贡献一下 Unity 一个身体 很多肢体 Diversity 都是神的主权 Sovereignty 最后一个谁要贡献一下 H开头 Hallelujah 是不是这样就清楚了 是不是 一个身体 Unity 然后呢 许多肢体 Diversity Sovereignty 上帝的主权 但是要互相配搭 不能够缺少一个 那我们要回到 哥林多教会的问题 所以这是一个黄金线 从礼拜五的晚上 你就从十一章的第一节 你看到这个黄金线 保罗说你要效法我 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效法基督什么呢 十节的最后 十章的最后一节 不求自己的益处 只求众人的益处 要叫人得救 要叫人得救 所以神 差点 耶稣基督来 不畏自己的益处 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 我的神 我的神 为什么离弃我 这是一个最大的奥秘 神跟神离开 这怎么可能呢 就是为了我们今天信主的人 可以说 我的父 我的父 你永远都不会离弃我 那这跟整个经文 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礼拜五的晚上 记不记得 我们从十一章的第一节到十六节 主题在哪里 为天使的缘故 是一个见证 是一个榜样 也要记得堕落的天使 是为什么堕落的 历史上堕落的天使 不顺服 所以你看到那个经文的结构 经文的结构 中间的那个黄金线 从客观的原则来看 基督是教会的头 基督是个人的头 男人是女人的头 而神是基督的头 从客观的原则来看 从主观的原则来看 男女本来就是有别的 所以如果姐妹们 你越有办法 越有能力 越有恩赐 越能干 求主帮助我们 从上帝的次序来看到 那个更多的隐藏 那是真的有智慧 那是真实的有智慧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同心建造 效法基督 同心来建造 不求自己的益处 乃求众人的益处 那个益处是叫人得救 昨天晚上我们领受圣餐 17节到34节 分成三个部分 哥林多教会怎么样 有圣餐的问题 是不是 所以保罗在这里 借着哥林多教会的问题 阐释了圣餐的意义 所以上帝有些时候 也允许一些教会 很大的错误 带来真理的矫正 圣餐的意义 这样的信息 我们原是从主领受的 主耶稣被卖的 那一叶拿起饼来 所以表明主的死 只等祂的来 所以就让我们看到 圣餐的意义 再次出现那个黄金线 你们每逢吃这饼 喝这杯 是表明主的死 只等祂来 主的死 神怎么会死 为了我们这些 一定会死的人 祂死 而且但是祂死 是叫死亡永远去死 以至于让我们 可以不会永远在死亡里面 既然不会永远在死亡里面 让我们这个教会 效法主吧 如同保罗效法基督一样 不求自己的益处 只求众人的益处 叫人得救 刚刚我们所读的 是进入到第十二章了 但十二章之前 有第一节到第十一节 好不好 我们很快速的来念一下 念的时候 把它黄金线抓出来 跟上下文有关系的 好不好 我们今天就不分组了 时间的关系 只剩下四十分钟 你读完一遍以后 看到黄金线在哪里 我们一起来读一杯 来 弟兄们 论到属灵的恩赐 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 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 随时被牵引受迷惑 去服侍那哑巴偶像 这是你们知道的 所以我告诉你们 被神的灵感动的 没有说耶稣是可咒主的 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 没有说耶稣是主的 恩赐原有分别 圣灵却是一位 执事也有分别 主却是一位 公用也有分别 神却是一位 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 圣灵显在个人身上 是教人得益处 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 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 知识的言语 又有一位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 还有一位蒙这位圣灵赐他 医病的恩赐 又叫一人能行义能 又叫一人能做先知 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 又叫一人能说方言 又叫一人能翻方言 这一切都是 这位圣灵所运行 谁己意分给个人的 很快的念完一遍 但我知道你们 教会的水平很高 可以看到那个主要的黄金线在哪里 跟上下文有关系的 上文也不断出现了那个字 所以你很快的看一下 怎么样 感谢主 送你一个泡面 是不是 是不是 黄金线 他一直在讲 益处益处益处 哥林多教会就是 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就是 凡事都可行 但是保罗说 但不都有益处 你们以为在基督里面得了权品了 保罗说不都有益处 保罗说最重的益处是在哪里 所以各位你看 你经过两天的 你们马上看到那个黄金线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经文的宝贵嘛 他一直在讲益处益处 到了恩赐 这么多恩赐的时候 其实最大的恩赐 圣灵最大的恩赐 一些灵恩牌 一些问题就是要凸显自己的一些经验 但是圣灵最重要的恩赐 请看一下第三节 就是认耶稣是主 认耶稣是主 所以到了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个 sovainty 他是主权 主权在于他 而所有的恩赐 是要叫众人得益处 你看一下那个经文结构 论到属灵的问题 保罗在讲论到属灵的问题 前面是在讲蒙头的问题 然后十一章后面在讲圣山的问题 现在讲 哥林多教会很多恩赐的人 但是很多恩赐的人 他们在属灵上出了问题的 而且最重要的属灵的问题是 你要认耶稣是主 所以你要知道各样的恩赐 从三一神而来的 恩赐拥有分别 等等等等等等的 然后圣灵随几亿 sovainty 随几亿 但是你看第七节 圣灵显在个人身上 是教人得益处 你看一下这个英文 come on good 众人的益处 就是教会的益处 Hallelujah 感谢赞美主 一会儿到后台领一个泡面 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主题 刚刚已经读完一遍了 比较长对不对 比较长 我们就分成刚刚所说的 一个肢体 一个身体 有没有 但是有许多肢体 刚刚是一个圣灵 许多恩赐 现在保罗用一个很实际的例子 一个身体 但是有许多的肢体 但是都在上帝的主权里面 为了要彼此相顾 在爱中来运用 我不是那么聪明的 真的 聪明的是各位 这个unity diversity sovainty harmony 我是听别的牧师讲的 我很诚实地告诉你 多读一些 然后看看 别的牧师怎么说 我从John Mark Kaiser 得到这个信息 John Mark Kaiser 我听到他的信息 就说 哇 这个太宝贵了 他就用这四个字 就把这一段经文 给阐释出来了 unity sovereignty diversity sovereignty harmony 所以他中心信息 就在讲 使徒保罗用身体的比喻 来比喻基督的教会 身体是一个 不可以分门别类 有许多的肢体 但是是上帝的安排的 彼此相顾 要在爱中 所以他说 我给你们一个最妙的道 所以13章以后讲什么 哥林多前书13章讲什么 今天就没有时间 讲到第13章了 所以你看 再次看一下那个经文结构 好不好 来看一下那个经文结构 这个是做一个传道人 最exciting的 基本上这个经文结构出来 就可以dismiss 就可以 你看一下那个经文结构 12节到14节 在讲一个身体 15节到20节 在讲许多肢体 然后15节跟20节 跟21节 27节是相互对应的 许多肢体要彼此相顾 而一个身体 你一个身体 要建立一个身体 要在爱中来建造 那黄金线是什么 上帝的主权 要认耶稣是主啊 要认耶稣基督是主啊 弟兄姐妹 我们这一群人 在这里干什么 我们这一群人在这里 只有一个目的是 耶稣帮我们摆在一起 耶稣帮我们摆在一起 当然有些时候 我们会磕磕碰碰 但是就是要彼此来学习 彼此学习饶恕 彼此学习赦免 彼此学习认罪 所以unity 一起来 unity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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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我们今天学会这四个单词 我英文真的很烂 只会这四个单词而已 那我们就进入细节来看 好不好 我们有了这个一个picture以后 我们就进入细节来看 所以我相信 这样子你自己读经的方式 你就会发现说 原来圣经的话 其实是这么对仗的 这么有意思的 好 那我们从12节 到第十四节 再来观察一下 不断出现的是哪一个字 一个 是不是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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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子是一个 人是一个身子 成为一个身体 一个 一个 所以保罗 真的是 他很有意思 保罗用这样的方式来提醒 教会是基督是基督的身体 有圣灵的居住 这边提到 基督也是这样 那个意思就是 基督的教会也是这样 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 基督代表全教会 那你为什么会成为一个身体呢 因为从一位圣灵受洗 你看 他从一位圣灵受洗 所以圣灵死人重生 若不是圣灵感动 没有人会说 耶稣是主的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 心里相信 口说耶稣是主 这已经是感谢赞美主了 只有圣灵 使我们进入一个身体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 成为主恩之家 完全是基督的缘故 完全是圣灵 而且饮于 好像我们共同喝 昨天我们共同喝主的杯 因为我们同受圣灵的感动 同饮于圣灵 所以得救的时候 圣灵把我们安置在 基督的身体里面 都以同样的方式 弟兄姐妹 你不管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都以同样的方式 进入基督的身体 这里提到 不拘是犹太人 犀利尼人 为奴的自主的 你知道吗 犹太人能够跟外邦人 在基督的身体 基本上这是一个 革命性的语言 这样子各位还不能够了解 国民党跟共产党 能够在一个身体里面 这个已经是一个 革命性的语言了 再讲细一点 国民党跟民进党 能够在一个身体里面 我以前 很年轻的时候 我在金门当兵 是准备反攻大陆的 所以我那个时候 在那里一个人 自己守圣餐 一个人 真的吗 带我去见见 犹太人跟西里尼人 能够在一个身体里面 真的是很感谢主 所以我们今天两岸 早就合一了 是不是 两岸在主人之教 早就合一了 讲到哪里去 因为哥林多教会 有分争分党的问题 所以一章十三节说 基督是分开的吗 都属基督 都在基督的身体里面 但是从创造的角度来看 我们受造就在 就需要在一个群体里面 所以耶和华神说 那人独居不好 台湾话说 那个人落落手 这个人落落手 台湾来了 大概就听得懂 那人独居不好 但是从堕落的角度 从创造的角度 神早就说了 一个人不可以的 但从堕落的角度 我们倾向 一个人比较容易 对不对 所以姐妹说 谁想要强啊 强是被逼出来的 很贴切 从堕落的角度 人跟人在一起 就是会磕磕碰碰的 但是圣经呼召我们 进入基督的身体 圣经呼召我们 要在一个身体里面 有些时候我们 独来独往是比较容易 我们一个人 其实不需要 对付你的罪性 一个人不需要去对付 但是神就是把我们 摆在这样一个 有罪的团体里面 互相学习 彼此饶恕 跟神的恩典 当我们没有以一个身体 Unity的眼光 来看我们彼此的恩赐的时候 这些原本祝福群体的恩赐 就拿来变成分化了 所以我们是一个身体 好不好 我昨天晚上到今天 有一个感动 过了这个退休会 主恩之家 我们就翻一页 好不好 过去的事情 我们就翻过去 我们就在一个 基督的身体里面 既然我们昨天 已经认罪悔改 这一页就让它翻过去 这一页就让它过去 因为主权在神的手中 只要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悔改 我们就相信神 负全部的责任 这一页把它翻过去 所以现在让我们 重新再来看一个身体 从一个身体的眼光 来看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 所以接下来 他就提到diversity 15节到17节 他在讲什么 色肉脚说我不是手 所以不属乎身子 所以他不能因此 就不属乎身子 色肉耳说我不是眼 所以不属乎身子 他也不能够因此 就不属乎身子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在哥林多教会 他们有一些人 可能特别彰显自己 很强的恩赐 所以那些看起来 很没有恩赐的人 就觉得说 我好像不属于这个团体 我好像不属于这个教会 我好像什么都不行 所以15节跟16节 保罗在劝美那些 要退缩的人 你不能够因为 好像你的恩赐不明显 你就觉得不重要 第17节 保罗好像在 劝美那些 好像恩赐很强大的 每次一出现 大家都注意到他 保罗也提醒 在教会里面 很凸显自己恩赐的人 他说若全身是眼 从哪里听呢 若全身是耳 从哪里闻呢 换句话说 每一个肢体都有功用的 不可能一个肢体 包办所有 这个正是 哥林多教会的问题 为了要得到特定的恩赐 什么恩赐 好像那个众人的眼目 可以在他身上那种 高举自己地位的 保罗说不是 难道每一个人都是使徒吗 后面讲 难道每一个人都是先知吗 难道每一个人都是教师吗 难道每一个人都是行艺能吗 难道每一个人都是讲方言吗 难道 所以我读到这一项经文的时候 我来到你们这边 我就今天早上去讲说 难道每一个人都是废月吗 这教会怎么搞啊 难道每一个人都是王老师吗 我今天一早就去餐厅 我很感动 你看那些小姑娘 Step 一早就在那边弄早餐 我很感动 就是说这样一个聚会 虽然我们配这个price 但是后面有多少人 是我们不知道的 他们在默默在那里做的 儿童的士班 是不是 我真的是很佩服他们 昨天去那个bonfire 还有那个投影的 投影片 你们家很有潜力 我在我自己的教会 耕耘了那么久 我们的孩子越来越少 我今天数一数 所以你们要好好看中 神给你们的资源 也就是说你看 如果每一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 当然费老师来一唱 那真的是 众人的眼光都吸过去了 我们就觉得说 为什么我不能这样唱呢 对不对 那刘志你来唱 也就是不一样 但你有你的功能 是不是 你有你的强项在那里 所以我们也不能少了刘志 对不对 但刘志让你来唱 那就就是不一样的歌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所以神把我们摆在一起 恩赐小的 就是不明显的 应该觉得不重要 恩赐大的 所谓明显的 没有所谓的大小 真的没有所谓的大小 所以信徒之间 弟兄姐妹之间的恩赐差异 理所当然的 不能说我不属于这个身体 因为大家都在这个身体里面 大家都在这个身体里面 我想到我们教会有一个 东南亚印尼来的老伯伯 让我都很感动 因为他的妻子 从来到我们教会 从七十几岁到现在八十几岁 这几年当中 我就看到他的妻子衰弱 老年痴呆 慢慢忘记了 老年痴呆 慢慢忘记一些事情 我就看见他的丈夫 每一次用餐的时候 就喂着他 像喂女儿一样 像喂自己的孩子一样 我就说高伯伯 You are Godly man 他所有的恩赐 都没有办法做了 但就是好好的陪伴他 老人痴呆的妻子 我觉得那一幕 很抓住我的眼球 所以有些时候 当我们在教会 特别是我们昨天晚上的分享 您昨天晚上的分享 你来到这个教会 其实你知道你讲那样的话 其实很激励 其他的同工的 我们昨天那个小姐妹的分享 跑哪儿去了 跑哪儿去了 对啊 小姐妹 我以为你是高中生的 看起来像高中生 是不是 看起来像 孩子上高中了 我看他以为是高中生 你看他昨天那个 他昨天在那边分享 真的是很touch我们 很touch我们 不管是怎么样 我们认罪 认罪以后 这一页就翻过去 所以我甚至觉得 真的是圣灵 很大的工作 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 有些时候虽然我们有经过一些不容易 但是神在修补 神在建造 这一段话送给你们教会 每一个人对基督的认识 基督爱的认识 都会带来独特的体验跟恩赐 每一个人都会 当我们在一起 发挥神给我们独特的那一面 就好像一颗 晶莹剔透的钻石 每一个小小的切面 都放射出闪亮的光芒 父节每次领会都是那种声调 各位弟兄 让我们低头 每一个人都很特别 对不对 学不来的特色 就是每一个人互相 发挥神给我们的恩赐 所以哪怕你是默默地坐在那里 但是你默默地在那里祷告 一个基督徒不仅是上帝的儿女 更是身体的一部分 所以就是为什么我说 你受洗以后 你要加入这个身体 可惜忠云没有来 忠云 忠云 他那个见证很感人 都不知道忠云的老公 是这样的经历 你有没有看到他受洗那天 他的先生泪流满面 他经历多大的困难 所以你看每一个人 都是上帝非常非常独特的 都是身体的一部分 是神家中的一员 告诉旁边人 你不能够单打独斗 告诉旁边人 不能一个人 你不可能单打独斗的 来达成生命的成长 你需要一个属灵的家 你需要一个属灵的家 你需要在神的家中成长 真的 你需要在一个神的家中成长 所以待会各位做见证的时候 你不要说 不好意思 你要见证神 你应该要大大方方的来见证 所以若不同恩赐 无法 若不同恩赐 无法在一个身体里面 恩典 恩典就会被抹杀在 骄傲的罪恶当中 神所赐的恩赐 一直提到益处 叫众人得益处 不是要高举自己的地位 不是要高举自己的地位 是要叫神的教会得益处 如果缺乏这样的认识 我们的恩赐就成了制造 基督里的分裂 不是合一 其实有些时候在教会里面 特别看到教会问题的人 其实是他有恩赐的 因为他比较锐利 所以怎么样 当我们看到教会有问题 我们可以很坦诚地坐下来 一起互相地来互补 所以上帝把我们摆在 一个身体 Unity Diversity 但是要认定他的Sovereignty 你看这个18节到20节 18节到20节说什么 上帝的主权 神随自己的意思 有没有 神随自己的意思 God arranged 上帝安排 上帝安排 所以哥林多信徒教会 高举某些恩赐 但是宝多在这边提醒他们 一个超级的肢体 一个身体 如果只靠一两个 那会变成一个怪物 身体 是出于上帝 是出于上帝旨意的安排 arranged 表明肢体 无论你的恩赐 看起来比较明显 或者在众人面前 还是说你的恩赐 就是默默的 比较低调的 都是神的安排 聚个 那个意思就是 每一个 聚个 神把肢体 聚个 每一个都安排在 他的身上 你看到神的主权 所以谁都没有权力 轻看自己 缺少恩赐 救主恩待我们 主恩之家 阿娟呢 阿娟 你看阿娟真的是 祷告很火热的 我真的是很感谢主 很有一个神 给他一个 祷告的负担 我真的是很感谢主 谁也没有资格 轻看别人 是没有用的肢体 这是哥林多教会的问题 第四个 我们来看 Harmony 彼此相顾 21节到 21节到26节 各位你看 他有好几个对比 有没有 好几个对比 有没有看到对比 软弱的 人以为软弱的 不是上帝看的 是人以为 你看他好像很软弱 人以为软弱的 但是你看保罗说 不可以少的 我们教会最近 很感谢主 就是有特别软弱的肢体 今天要受洗 一线癌末期 但是他软弱到 他打马飞 每个主日来参加 多少激励 我们现在的COVID 多少人害怕 不敢来 但是他打马飞 一线癌 每个礼拜来 这么软弱 这么激励我们 我们教会 有一个12年前乳腺癌的 今年这个乳腺癌 奇怪又复发扩散 但是非常激励我们 我第一次接到他的 接到他的电话的时候 他说牧师师母 我这个癌细胞扩散 上帝给我的一句话就是 他是云彩般的见证人 果不其人 这段时间 我们教会发动 用多少的这种三餐 每个家庭轮流 让他们不要有后顾之忧 我真的是很感谢主 所以教会 如果你愿意把你的软弱 分享出来 这个教会就慢慢 透明敞开了 就很害怕 每个人都装着一副 表面很坚强的 这种假象的基督徒 所以如果教会 我们更能够看见 我们本来在神面前 就是软弱 但是神说不可少的 然后这边还提到说 我们看为不体面的 有没有 我们看为不体面的 不俊美的 那当然这里是指 身体的器官 有些部位 就是不能给别人看的 罗马时代 你知道吗 罗马时代 只有那个雕像是裸体的 那保罗在这里是用 他说人以为不体面的 加上体面 给他遮盖 神在我们身上安排 我们所劝缺的 那这里是因为提到 哥林多教会 你要了解他的背景 有这样子 这是他的背景 弟兄们 你们蒙昭 按着肉体 按着社会的标准 有智慧的不多 有能力的不多 有尊贵的不多 但是上帝却拣选 世上愚拙的 叫有智慧的羞愧 神也拣选世上软弱的 叫那强壮的羞愧 神也拣选世上 卑贱的 被人厌弃的 以及那无有的 为要废掉那有的 叫一切有血去的 在神面前 一个也不能够自夸 所以哥林多教会的 组成背景 有那个达官贵人 有贵奏 有伤甲 但是也有过去是奴隶 现在恢复自由身 也有仍然是奴隶的 而且绝大部分都是奴隶的 所以他们用世俗的标准来看 保罗说 你以为他软弱 但他不可少 你以为他不体面 但是要加上更大的体面 你以为他不俊美 那越发俊美 所以我真的觉得 在神的家中 你实在是可以从 肢体的爱当中 真的从神那里得着 昨天师母所说的 我们的身份是什么 我们身份是神的儿女 可能现在正在跟癌症奋斗 我们的身份是神的儿女 可能现在正在跟 更年期的困难奋斗 我们是神的儿女 可能现在正在跟 我那个还没有信主的老公 正在跟他第二位 但是我们的身份是什么 所以是不可少的 这次当中 有一个很重要的黄金线 免得 身上分门别类 总要肢体彼此相顾 分门别类就是高举某些肢体 恩赐不一样拿来比较 变成分门别类 但是他不是分门别类 反而是彼此相过 每一个肢体都不可缺少 因为每一个肢体的功用都不一样 上帝的主权安排 在身体当中 有不一样的恩赐 这正是上帝创造我们的样式 然后接下来他说 若一个肢体受苦 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 若一个肢体得荣耀 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 所以我们教会这个姐妹 我真的是很感动 她每一次很短的话语都激励我们 她说弟兄姐妹 你们众人的祷告 在我现在病痛当中 就像寒冬的棉袄 众人的祷告 就像给我输送生命一样 所以我很感谢主 他愿意敞开自己 软弱的生命 反而激励许多 所以其实哪一家没有问题 哪一家没有困难 哪一家没有软弱 但是当我们看着一个软弱的肢体 仍然那样子爱主的时候 就激励我们众人的心 但是我也承认 我在教会梦会那么久 理想是这样子 但现实呢 其实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 也提醒我自己 各位现在我们在我们教会 主恩之家 有没有哪一个人 是你用消极 用惧怕的心来对待 或是躲着的 吃饭你就 很不容易跟他坐在旁边吃 他从这边过来 你就赶快从那里走 教会是罪人的团体 我说我们能够在一起 完全是因为耶稣的缘故 若是与基督分离 我们真的会看到 人许多许多的问题 而且我们也不能够给别人帮助 与人的关系 坦白讲是非常复杂 费时间 而且耗时间 甚至没有效率 这就是为什么 你看美国电影片 那些英雄都是 单枪匹马 跑到电话亭里面 变成一个超人 美国的英雄片 都是一个人 但这不是圣经的教导 这种独行侠 来改变的方法 不是圣经的真理 圣经的真理 就是使用我们这一群 软弱的罪人 像昨天晚上一样 跪下来祷告认罪 神使用我们这样的人 在人际关系当中 我很坦诚的来讲这句话 在人际关系当中 我会得罪你 你也会得罪人 因此在基督的身体里面 我觉得 效法基督 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知道 操练饶恕跟认罪 是何等的需要 所以虽然我是 客座的讲言 但有些时候 我自己嘴巴也不好 如果真的在这里 有意无意 当然不是有意 无意的 无意的得罪各位 也请你们原谅我 好吗 也请你们饶恕我 好吗 岁末年终的时候 我们就让这个翻过去 真的有些时候 牧师的讲台 有些时候 真的不是有心 但是你有意 对号入座 那我也没办法 那我只能跟你说 对不起 我也是一个罪人 同样的你也是一个罪人 你可能也在得罪别人 好不好 让我们在这个山上 享受这样的 团契的美好 灵里面的合一 我们真的能够彼此的饶恕 你知道若不是上帝的恩典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 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 只专注自己 满足自己 感觉上需要的人际关系 蛻变进入一个爱的群体 什么意思 也就是在人际关系当中 我继续能够跟你交往 同工的原因是 非常以我自我中心 我只专注自己的 感觉上的需要 一旦在我的感觉上的需要 我被你冒犯 我们的关系就变成紧绷 所以昨天那个姐妹 讲得真好 就说我们现在才刚开始 可能是harmonie 很harmonie 但在继续往前走的时候 一定会有磕磕碰碰的 一定会有磕磕碰碰的 所以求主恩待我们 在基督的身体里面 神计划要转变我们 使我们成长的关键就是 我们这个老自己要被对付 活在一个救赎的群体 一个基督的身体里面 不仅让我们看见 我们自己需要改变 同时也透过基督的身体 帮助我们改变 我们不仅自己需要改变 求主也帮助我们 透过基督的身体 使我们改变 我跟你们一个当中的 一个同工讲 你整天去宣教很容易 你知道吗 因为你宣教 你到外面 一个礼拜 大家都你好 我好 大家好 你们我们 大家都一起 阿们 你一起 一起生活个三年 看看 我们需要改变 我们需要在一个群体改变 我们在这个 Retreat Mountain Center 有没有人跟别人一起同住的 三天可以忍 对不对 三个礼拜 你看看 是不是零里合一了 你更不要说三个月了 昨天晚上 哇 那可能是最后一个晚上 那不晓得哪一个团体的 很high 还不到几点 不晓得到几点 早上更high 五点多 拉行李的 净哩哩哩哩哩哩哩的 三天我想说 待会就要走了 所以可以忍 所以我们 我们需要改变 需要在一个群体里面改变 所以昨天那个姐妹 讲得真好 我们现在第一年 刚开始 但是如果要继续走 求主恩待 求主恩待 我是真实的 我在教会里面 有一些人 确实让我很头痛 或者让我很讨厌的意思 伟大的心灵 不是没有黑暗 伟大的心灵 是不被黑暗 给占据 我绝对不会告诉你说 我在教会里面 大家都harmonic 就是有黑暗 真正的光明 不是取决 没有黑暗的时刻 而是 每次黑暗来的时候 我就要求神 请求神 好像我们昨天 那个姐妹 领取恩典 所以再把这句话 送给各位 每一个人对基督的认识 都会带来独特的体验跟恩赐 当我们一起发挥神 给我们的那个独特那一面的时候 分享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 就好像一颗金银剔透的钻石 每一个切面都会放射出 闪亮的光芒 然而 接下来这句话 还没弄完 等一下再拍 这一颗钻石就是上帝的爱 最后 最后 最后我要请你们来 回应了 28节到31节 28节到31节 记不记得第一节 一开始 一个身体 一个肢体 unity 有没有 有许多肢体 有眼有脚有手 diversity 上帝的主权 各具安排 神随即义的 sovereignty 所以我们来到教会 一定要认定 所以你看 神在教会设立的 appoint 上帝设立的 为了要让我们harmony 有使徒 有先知 有教师 有行义能的 有医病 有帮助人的 治理事的 说方言的 所以你看 我跟我太太真的配合的 真的很感谢主 我是很容易跟人家 就是很容易很容易熟 我太太是 很不容易跟人家熟 但是她一旦熟了以后 她慢熟以后 可以跟你很深很深的辅导 我是跟你熟了以后 你 我一辅 你就倒 我就跑了 所以就是这样配合 她可以听姐妹的电话 一听听好久 我说你还在听 她是很能够辅导 我是一辅别人就倒 所以你千万不要找我辅导 你看上帝设立的 就是不一样 上帝设立的就是不一样 我们要结束了 时间快到了 请问保罗最后再讲 要求什么 切求那更大的恩赐 是什么 再好好看一下 切求最大的恩赐是什么 我们看一下英文 看一下英文 看一下英文 来 看一下英文 谁来帮我们读一下英文 来 恒生 恒生 恒生帮我们读一下 好像你的英文不错 很多人都把那个最大的恩赐 当成什么 最大的恩赐 寻求最大的恩赐 要求什么 很多人在这最后 把那个寻求最大的恩赐 寻求什么 什么样的gift吗 什么样的gift 很多人把这一段经文到最后说 我们最大的恩赐是什么 你看她这个恩赐是负数 所以我们要到中了了 要马上结束了 退休会也要马上结束了 最后deliver这个信息 哥林多教会有这个恩赐 有这个恩赐 有使徒 有先知 有教师 有行义能的 有医病的 有方言的 各样各样的恩赐 有没有 保罗最后再跟他们讲 你们有这么多的恩赐 我给你们一个excellent way 爱不是恩赐 爱是上帝的爱 保罗说 你们所有的恩赐 要在一条道路上运行 太重要 我觉得我过去也是 误以为是这样子 你们有这么多恩赐 坦白讲 Cherry Hill有这么好的恩赐 樱桃山有这么好的恩赐 在South Jersey这个地方 要在一个way 要在一个道路上 而那个道路就回到这个总主题了 要效法我 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不求自己的益处 乃求众人的益处 叫他们得救 很快地进入第十三章 他在讲什么 十三章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预备 来 我若将所有的众计计员 又有所谨慌 叫我能够移生 却没有爱 我若将所有的众计员 又有所谨慌 所有的恩赐 所有的恩赐如果没有在爱中运作 都像明德罗祥的拔 所有的恩赐 没有在爱的道路上来运行 都算不得什么 所有的恩赐 没有在爱里面来操作 都与我们无异 最后最后 第四节跟第八节 有没有可能找出黄金线来 一起来念一下 然后念完以后 谁举手 找出黄金线来 预备 来 爱是 第四节到第八节 找出一个 跟上下文 能够连在一起的黄金线 举手好不好 好 爱是永不止息 爱是永不止息 不求自己的益处 出现了对不对 举手一下 好 那个 徐勒麻烦 那个泡面 我分析给各位看一下 我分析一下 好不好 爱是恒久忍耐 爱是凡事包容 相信 positive的 正面的 爱是不嫉妒 不自夸 不张狂 爱是不轻易 不计算人的恶 不喜欢 不义 negative 中间的黄金线 跟整个上下文 上下文是什么 什么上下文 向我效仿 不求一致 不求一致 是 别人的 所以整个 哥林多的问题 哥林多教堂的问题 凡事都可行 但是保住说 不都有益处 姐妹很能干 但是 不顾别人的益处 有钱的这些贵胄 商家 很有钱 但是不顾别人的益处 很有恩赐 彰显自己的地位 以为自己就是废月 要知道 unity diversity sovereignty harmony 你所有的恩赐 怎么样 结论来说 爱的道路 才是 人得恩赐 运用恩赐的途径 所有的恩赐 在爱中运行 为了要造就人 为了要使人得益处 我感谢主 这个退休会 要告一个尾声了 我真是看见神的带领 我也与有荣言 能够参与在这当中 你知道吗 我们在写历史 神借着我们的手 在写一个爱的诗篇 爱的诗篇 不是在 格林多前述 十三章而已 爱的诗篇 乃是要用 你我这个破碎的生命 愿意彼此饶恕 认罪悔改 在一个 sovereignty下面 看到一个unity 我们这么diversity 成为一个 harmonic的教会 Amen 我们一起地头来祷告 有感动的带领 我们来祷告 今天的信息 若是神有对你说话 有感动的 可以带领我们祷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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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